想問一下張榮欣餐序事件 是不是早就有人爆料了 我大概是禮拜一的時候 接到檢舉爆料 那我第一時間我就去所知 張局長一整個禮拜的行程 那我發現他是有如實的回報議會 就是回報我說 他當天晚上確實有議員的餐序 然後地點也都是對的 所以我就直接問他說 你當天晚上的餐序還有誰 那他就馬上跟我講 他就馬上想起來 他就跟我講說那天有誰有誰有誰 然後還有青山宮的這個皇主委 他也有非常坦誠的跟我講 然後他就說 他知道說青山宮皇主委 好像有一點這個黑道的背景 但是因為第一個他也是宗教人士 然後第二個他其實是應議員的邀約 然後到現場 然後才發現說還有他 所以我覺得他當時我就覺得他的說明蠻清楚的 再加上其實我第一時間看到照片 我已經認出來照片裡面有別的議員 然後也有其他警局的同仁 他們身上穿的也是工作的背心 所以我當下我採信了警察局的說法 那我也跟其他有接到爆料的明代 我們有討論過 我們覺得這個跟520警察局 警政署人事異動的人事惡鬥有關 我們不想成為就是人家手中人事惡鬥的那個筷子手 對所以我們就 我那時候就沒有處理 你現在覺得這事件是去年爆發 然後今天 最近才爆 才爆料出來 所以會認為說是跟內鬥有關 沒有 因為我覺得這個參會已經很清楚的看出來 這就是一個 有公務性質的參會 我剛剛說了 就是警察局長他是帶著府會聯繫人 還有就是其他分局的同事 那現場也有其他的這個市府的同仁 然後也有其他的議員 那做東的也是其他的議員 那這個黃主委他雖然過去可能有這個黑道背景 可是他現在確實是萬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間宮廟的主委 我開玩笑的說 不只是我們局長跟他見過面 我相信包括蔣灣安市長 柯文哲市長都有跟他見過面 所以那又代表什麼呢 他也是我們很重要的這個青山宮的主委 只要去青山宮拜過拜的人 應該也有跟他碰過面 所以 而且這個張局長他好像說 他也有跟警政署有合背過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 520的前戲 我們看到之前國防部也好 或是警政署也好 都有這種人事惡鬥的歪風 我覺得這兩個單位 他們自己內部的這種文化 我實在是覺得蠻不可取的 對 對 對